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戴个手套 哇 我们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Sienta的社团 来开直播分享了 对不对 今天这台车Sienta 其实我们北区的经销 卖得很不错 但是中区的话 因为工厂 工厂这边是KT制造的工厂 上个礼拜六 装了两台都Toyota的车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都会开个直播 跟车友们来做分享一下 这台车Toyota的Sienta 车主不只改了轮胎旅圈 这个旅圈经理也非常喜欢 我们公司里面有一台Camry 一样是Toyota的Camry 的试程车 旅圈也是这个样式的 这个是太灰色的 然后当旅圈改到17寸之后 它的车尿就会觉得有比较高一点 其实车主的话像引擎式的拉杆 后下的那个防晴杆 也都有做强化了 好 那今天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来改装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车友的话也有改装了这个 这个算是防晴的一个橡皮的 但是效果的话就见仁见智了 好 那我们既然拿到后面原厂的DGC 我们先来说一下后面好了 后面的话 这个上座KT有附一个新品 那这个上座如果有看过 经理在介绍Artist的时候 这个上座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这个上座最主要的重点 是在上座上面这一颗橡皮 这颗橡皮的外径非常重要 它的上座是呈现一个杯子状的 所以这个的上座橡皮如果外径太小的话 它刚装上去不会有异状 可是装久了之后它的橡皮会位移 位移之后它中间有一个铁管 就会磨到这个座的内侧 就会有造成因因的状况 那KT的话上座上座橡皮全部都做专用的 尤其是这个弹簧下方这里 原厂有一个橡皮 那这个橡皮一般来说 会因为要做通用型的弹簧 所以这个会做一个转接做的形式 再转成通用的弹簧 KT没有 KT都是做专用的规格 像上镜的话 刚好跟这个上座橡皮是吻合的 所以这个不会有硬的状况 也不会摇晃 也不需要转接做 全部都是做专用的规格 彈簧的话是拉到190mm 然后公斤处的话是5公斤 都是专用的 那今天大概想要的车高 后方的话大概是三指幅 原厂的话大概五指幅 因为它已经改了215 457的外径 会比原来小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测高 又觉得比原厂时候还要来得高 所以今天 待会的话 安装完毕之后的测高 后面的话大概是三指幅 前面的话会大概做到两指半 后方的弹簧在这里 刚刚介绍的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弹簧的上方 不透过任何转接做的形式 直接合上原厂的橡皮 那角座的话 这个角座后方是可以调整长短 它的长短改变就是来改变车高 那刚刚刚好有一个朋友说 那这台降下来之后 需不需要改装后方的 仰角调整器 这台车不需要 这台车后方的悬吊系统 算是拖一臂的系统 所以它的后方降下来之后 是不需要改装仰角调整器的 那它的软硬 刚刚说的长短的调整是来改变车高 软硬度的话是在后座的内侧 这个后座 饰板 它有一个饰板 饰板拉开之后 在这个地方 就能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结构了 那从这里 就能调整软硬度了 往顺时针就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变软 这里有一个维修孔 从这个地方 就能自己来调整软硬度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话 这台车的上座 跟上个礼拜六 经理大概九点左右 所开直播 可是 因为上个礼拜六开直播的车款 不是Sienta 所以我们没有在社团里面开直播 是在KT的粉丝团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 那一天 刚好有把上座 跟KT 要做一个转换 跟结合的形式 刚好有做一个介绍 来 这个是Sienta上座 它一样是小车的结构 所以 它的上座 是一个轴层 并没有一个大面积的上座 所以它的上座在这里 然后 它会有一个这个机构 框上去之后 它上座长这个样子 但它前面是麦花层 麦花层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指推轴层 那一个指推轴层的话 是要沿用的 所以指推轴层 是要装到KT的转接座上方 那如果Sienta的车友 在经理介绍当中 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很欢迎线上 立刻来做询问 我们会把镜头 移到大家提问的地方 这样解说起来 就会更清楚 这个是原厂弹簧 防尘套 然后这个是前面的筒身 它的阻尼 就是这个阻尼 damping的话 是做得非常的软 很舒适 弹簧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原厂 都是以 舒适为导向的一个设定 这应该是开发的样子 好 那它的前面上座 是在这个地方 车主的话也有装的 这个是入府的一个 前引擎式的拉杆 从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日后车友 自己要调整软硬度的话 可以从这里来做调整 那调整的秘诀 左边跟右边的段数 一定要对称 段数一定要一致 不能说左边十段 右边五段不行 左右一定要一致 前后的话可以不用一致 就是没有关系 上方是做软硬度的调整 那这个下方 是在调整车高用的 如果我们把它的长度 拉长的话 它的车高就会变高 缩短的话车高就会变低 那前面这一条弹簧 非常的重要 这台车其实1.8升的引擎 但是重量化没有很重 所以前方的话 如果配成直卷式的弹簧 它的乘坐感觉 可能有点硬朗一点点 但是前方的话 我们一样配一个大型 灯笼状的弹簧 让它压策之后回弹的一个 释放力道的感觉 会比较舒适一点 往下压后 如果直卷式的弹簧 它就是直上直下 但是灯笼状的弹簧 它有大概35%的力道 压缩之后 都往两旁来做一个释放 所以它的称度 跟直卷弹簧一样 会比原厂的好很多 所以过弯时候 这个车过弯时候 侧行很严重 改装之后就会好很多 因为公斤数变高了 那这个公斤数 灯笼状的弹簧 才有办法做得舒适 跟操控性 两个肩背 所以这个是还蛮棒的 一个设计的弹簧 那它的弹簧上方 有一个转接座 就要锁上 我们刚刚说的指推轴扇 下方的话 这个离载串的固定点 刚刚Cienta的车友 也有询问经理说 那这个离载串 需不要换成强化的 换成可调的 KT的设计 这个锁点的位置 跟原厂是一样的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钱 买可调式的离载串 或者是买其他较短的规格 KT的话 直接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 离载串 这次离载串的话 我们在转方向版的时候 它是会不断的扭动的 所以它是有寿命的 那日后啊 如果离载串坏掉了 车属的话 也不用烦恼 我要买可调的 要买什么样的规格 是一个问号 直接啊 如果改KT的话 就用原厂的就好了 如果嫌原厂太贵的话 买副厂也可以 所以这个日后的维修上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但并不是所有KT的车系 都是用原厂的离载串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车款 做不同的设计 刚好这台车 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 那它的下方有一个离载串的固定点 还有一个油管架 ABS感应线 这些的感应固定扣的位置 都是跟原厂一样的 那KT的用料相当的不错 像这个 这个结构啊 原厂它是附统的 上方这里 可以看到有一个油风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我们上个礼拜 或礼拜五的一个 避震器解剖的一个介绍 那里面的话 就有看到这个油风 这个油风啊 这个没有写上品牌 KT的话 这个也是知名品牌 KT的这个油风啊 是日本最知名的品牌 NOK油风 Sienta的车油 有很多都是会推崇日本 TING的品牌 那TING的话 是日本DNC里面 算是前三大的品牌 TING它所使用的油风 跟KT一样 都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风 所以KT的用料 相当的不错 那里面会填充一个抑压油 那一个叫主棉油 KT的主棉油 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油品 用料都相当的不错 而且 这个像这个 原厂坏掉 就没办法维修了 可是KT的话 它可以从底部来做拆解 可以换上面的这个油风 可以把里面的主棉油 也做一个抬换 所以日后啊 都是可以维修式的 那可以维修 高低可以调整 软硬能调整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话 相当的丰富 那最主要的是 改装KT的道路板 之后的操控性 会比原厂的好很多很多 因为这个车啊 它的重心稍微比较高 而且悬吊系统 非常的软 非常的舒适 那改装之后 就后座的乘客 就比较不容易会匀车了 所以如果啦 车友有想要 了解更多KT的产品的话 也很欢迎跟我们小编 预约来试试看看 那如果觉得 试试之后有满意 再来考虑KT的产品就好了 那如果啦 刚刚经理所介绍的地方 还有不了解的 都很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